好 回来看到这个最新现场 您今天要去提款机提钱吗 这个警政署今天推动了 全国反诈骗活动日 所以就有上万警力在ATM站岗 防止民众受诈骗集团指示汇钱 现场情况连线给记者邱云如 全国反诈骗活动日 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 一直到今天晚间12点 只要是民众在ATM领款的话 就会看到附近有警察在站岗 那么其实在台北市这边 你可以看到上午台北市警局局长 谢秀能也前往来关心 那么这个警察只要站在 这个便利超商门外来站岗 最主要就是要来观察 这个民众在提款的时候 是不是有讲电话 如果说有讲电话的话 就会主动上前来关心 那么今天局长也前来 慰问这些站岗的远警 来看邵芝田的情况 用关怀提醒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或者是减少诈骗案件的发生 特别感谢志工妈妈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那么其实呢 在台北市目前的金融机构 其实是相当的密集 有高达1173家 那么其实在ATM设置的地方 就有高达2646处了 那么其实呢 警方也表示呢 在每个ATM门外呢 至少都会有一名警力哦 一名远警站岗 那么会不会有这个浪费警力的 这个疑虑呢 台北市警方呢 也表示说 那么今天是动员了警力 是高达2171人次 那么其实呢 是另外呢 也有协情名利 以及志工 公司高达5200人次来帮忙哦 因此呢 应该是不会影响到一般的勤务 那么今天呢 这个园警呢 站在门口来正岗 那么除了说 就要注意说民众呢 是不是有提领 提领钱的时候 有讲电话 他们就会主动来上前来关心哦 那么就是要达到 这个零诈骗的这个决心哦 那么以上呢 是在台北市问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再晚给本内直播